宇生结弦他在今天下午投下震撼弹 他亲口宣布将从选手引退 成为职业花滑运动员 宇生他指出 他所追求的理想花滑 并非一定要在竞技场才能够达成 因为职业花滑员后 也会继续挑战四周半跳 在冰上展现三周半跳 接着一连串的高难度动作 获得全场的喝彩 日本花滑王子宇生结弦 现在19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首先向现场媒体深深一举功 便宣布将从选手身份退役 虞生宣布退出第一线赛事 转战职业花滑运动员 虽然未来无法和其他运动员竞赛 但会持续挑战 至今无人达成的四周半跳 也透露其实他从2018年 平常东奥后就曾考虑过退役 余生结弦深颜拿过两面冬奥金牌 以及两面的市井赛金牌 早已被公认是男子花滑解的传奇人物 但近年来身体病痛不断 双脚韧带反复受伤 今年北京冬奥也因伤势 在长短曲项目都发生失误 最终以第四名成绩作收 而余生退役的消息传出后 让大批粉丝十分不舍 他的周边商品在日本电商平台上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价格上涨 甚至连印有余生照片的报纸 也一度被炒到原价的70倍以上 再次展现超高人气 记者 最后报道